台湾之光回来了 高雄五福国小扯铃高手赴日比赛 拿下团体冠军亲友开心迎接 孙子为我们台湾争光 比赛中不只抛 甩 接力 滚动等 基本技巧都相当纯熟 在比赛最后还拿出台湾五福国小字样 骄傲地表示我们来自台湾 从去年8月1号参加国内所有比赛开始 我们没有输过 我们像说这次是完胜 成功的背后靠的是苦练 还有不少选手来自弱势家庭 他们用成绩回馈一路帮助的贵人 很辛苦 有时候被打到还会流血或破皮 学校这几年都没有室内的场地 所以大家孩子都是晒着太阳 或者是淋着小雨这样子练习 所以他比较刻苦 很感谢他们让经费让我们出国比赛 把所有的细节都要照顾到脚部肢体的延展 苦练成果获得肯定 这群孩子也让台湾养力不继 大家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